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阿弗蒂卡方向最新的情况 今天在阿弗蒂卡方向,俄军发动了对阿弗蒂卡主城区的进攻 主要是在顿涅斯克的火车站附近 就是阿弗蒂卡火车站 这个方向实际上过去俄军很少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从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 这次袭击的主要是对阿弗蒂卡的室内的乌军阵地进行突袭 那么今天在焦化场附近的地区的战斗现在也在进行 但俄军并没有完全夺取焦化场 进行了大规模炮击 地面部队的主要行动是在当地的火车站附近 铁路沿线大看是在顿涅斯克和阿弗蒂卡交界处 这个地区的阵地从2014年开始就被乌军控制 乌军在当地建立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俄军从这个方向进攻 也说明俄军已经做好了完全夺取阿弗蒂卡方向的准备 除了外围的进行它这个补给线的切断以外呢 俄军也对室内乌军的这些防御攻势也在进行的进攻 也在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炮击看到了吧 所以实际上现在俄军对阿弗蒂卡方向 一个方向是切断它的补给线 一个方向是对它进行挤压 将乌军赶出阿弗蒂卡 北部地区现在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在斯特波沃伊还有诺沃卡利诺沃方向都有战斗 这是今天阿弗蒂卡的情况 阿弗蒂卡的这个战斗也是比较激烈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在北部的这个巴姆德方向呢 瓦格纳工兵呢在巴姆德方向啊 主要呢还是在赫罗摩尔方向啊 这个水库方向和乌军发生基地 马格纳工兵呢现在有一个新的消息啊 就马达加斯加呢 他的总统 马达加斯加的总统啊 在2023年的8月17号派出了自己的助手 叫马米拉瓦托曼加 在普里格金抵达非洲的时候呢 与普里格金进行了秘密的会面 这是普里格金 这是会面的现场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呢 马达加斯加总统呢 秘密的与普里格金会谈以后呢 希望瓦格纳工兵 来出兵保护马达加斯加总统的安全 双方同意从瓦格纳派遣至少300名士兵 前往马达加斯加 以保护总统的个人安全 那8月23号呢 普里格金抵达莫斯科以后呢 就身亡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现在按照俄罗斯方面说法呢 可能还会继续推进 马达加斯加和中非共和国 未来可能都会存在 瓦格纳工兵的相关组织 马达加斯加总统呢 未来的安全呢 可能继续由瓦格纳工兵 他来负责 这是俄罗斯方面呢 最新的消息啊 就是俄军现在在非洲方向啊 实际上还在继续扩张 中国呢 那今天在 埃瑟格比亚啊 也部署了新型的15毫米榴弹炮 SH-15 这个炮呢 是15毫米的自行榴弹炮 是中国的PCR18 181的出口版本 抵达这个非洲的埃瑟格比亚 这个型号呢 是在陕西生产的啊 是陕西的6x6底盘 那驾驶室呢 可以防弹 驾驶室可以防弹啊 该武器呢 可以发射15毫米的 长管榴弹炮 也可以发射常规 高爆破片的炮弹 射程可以达到 30公里以上 那使用特殊弹药呢 可以达到超过50公里 这种炮 那在非洲的这个 苏丹方向 也有最新消息啊 苏丹 给他看一下地图啊 苏丹今天的消息呢 是两个达尔福尔方向的 这个 反叛组织呢 正式加入苏丹军队啊 与快速反部队作战 前达尔福尔的反叛运动啊 向 苏丹快速反部队宣战 在苏丹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苏丹解放运动领导人 所以他决定啊 与政府军联手 声明还提到立即永久的停火 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苏丹情况啊 苏丹呢 现在周四的情况呢 截止上周四 苏丹西部的两个主要的分离主义者呢 实际上与快速反部队交战 与苏丹政府军合流 那发布会呢 举办地呢 是在苏丹港 苏丹港呢 现在是在这个 在这啊 实际上苏丹港呢 是由苏丹政府军控制 那过去六个月呢 苏丹西部的组织成功的 与快速反部队进行谈判 谈判的结果呢 是商业的车队啊 以及人道主义车队呢 可以畅同无阻 在苏丹境内呢 可以进行活动 并对快速反部队 大国民的军事行动啊 包括对村庄啊 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暴行呢 视而不见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米纳维 战士非正式的 已经参加了苏丹武装部队 在北部达尔富尔 最重要的具体叫法西尔的战斗 此外呢 苏丹西部的运动领导人也表示 与哈梅迪并肩作战 并使平民免受更大威胁 快速反部队呢 他们中大部分来自于 雷扎伊加特部队 这个部落 这个部落呢 是阿拉伯武装分子 他们对达尔富尔的黑人啊 特别信这个基督教的黑人 是有不同的想法的 就苏丹呢 他是分南北 北部呢 信穆斯林 是阿拉伯 阿拉伯人 南部呢 是黑人 他现在是基督教 这也有宗教 宗教的矛盾 所以呢 双方呢 也很难形成一致 所以这个实际上 就导致了苏丹又再次发生这个内战 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 那通过开辟第二战场呢 也中断了苏丹革命阵线在 哈梅蒂呢 实际上呢 是苏丹快速反应部队领导人 但这种说法呢 按照媒体的说法 可能与快速反应部队的谈判 获得筹码有关 也就是双方的谈判呢 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中断 那加入政府军呢 可以保证自己在和快速反应部队谈判中 更有利 而且也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物流 以及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来提高价码 双方呢 实际上并没有中断谈判 所以苏丹未来呢 很有可能会形成北部穆斯林和南部 南苏丹方向 这些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内战 会重新开始 苏丹可能会陷入大规模的军事 那么现在马里的情况呢 瓦格纳工兵和马里政府军啊 现在已经控制了马里的北部地区 马里武装部队呢 与瓦格纳士兵呢 一起清理了阿扎瓦德运动啊 前首都 接儿啊 叫基达尔市 周边地区的清剿行动呢 也已经基本上完成 基达尔在这儿 在这儿 基达尔 那虽然呢 当地的叛乱分子呢 恐吓当地百姓啊 但是当地百姓呢 和瓦格纳工兵啊 以及和政府军 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军事冲突啊 双方的能够和平的相处 这当地的局势呢 现在是一个稳定的 呃 马里的政府啊 马里的这个 政府军啊 正在当地的进行巡逻 没有发生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枪战 也没有发生啊 袭击政府军的事件 夜间呢 政府军啊 实际上也实时宵禁 政府军表示呢 所有之前离开基达尔的公民可以返回 阿都雷格呢 叛军呢 现在已经退入沙漠地区进行重新集结 他们也发布了视频啊 打算重新集结以后呢 将与政府军和瓦格纳重新作战 那为了庆祝基达尔在阿扎瓦德占领10年后 获得解放加澳 莫普迪 班迪亚加拉 还有巴马克等主要的 马里的城市举行了节日示威活动 一些抗议者呢 举着俄罗斯还有马里的国旗 尼尔布基纳法索 都发贺电祝贺马里过渡政府总统阿西米 戈伊塔在击败阿扎瓦德恐怖分子方面取得成功 马里东北部呢 目前局势也是平静啊 瓦格纳公民兵和马里部队呢 正在加强在基达尔的阵地 但是现在呢 俄的方面判断 瓦格纳公兵啊 很快将面临新的战斗 马里武装部队 与瓦格纳很快将迎来啊 这个阿扎瓦德集结完毕的部队的新的进攻 因为现在这个西北部啊 它的大片领土呢 仍然处于 托阿里格叛军的控制下 包括泰萨利市 泰萨利特市 现在也被叛军控制 这个泰萨利特市未来呢 也会成为攻击瓦格纳 攻击马里政府军的一个据点 马里当局呢 实际上现在呢 在基达尔方向的进攻啊 实际上呢 是为 下一步啊 控制北部 靠近 阿尔基达边境啊 这个沙漠地带做准备 因为现在实际上呢 这些马里的反叛分子 叛论分子 他主要是活跃在阿尔基达 马里塔尼亚 到尼尔北部的 撒哈拉沙漠地带 这个撒哈拉沙漠地带啊 虽然很多啊 国家都认为呢 他有国境线 但实际上他形成了一个 沙漠地区的一个无人区啊 叫三不管的区 阿尔基利亚也管不到 马里也管不到 马里塔尼亚也管不到 这个地区实际上是国中之国 阿尔基利亚 马里塔尼亚 马里 尼尔 很多的武装分子都集中在这个方向 他们可以从全世界各地获得武器 运往这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呢 可以进入整个非洲 甚至通过这个方向 可以进入到地中海 所以这个三不管的方向 这些武装分子呢 可以获得全世界的武器 包括来自于法国的 所以马里北部地区啊 他在非洲啊 特别是撒哈拉这个方向的集结 那么也说马里北部的安全 并不能完全解决 他的安全环境问题 因为这个边境地区实际上是 很难控制住的 因为是沙漠嘛 所以呢 法国包括北约的很多武器 只要投送到这个沙漠地带 有几处小的绿洲 能够进行集结人员 进行这个生活的话 那他准备了好了武器 准备好了人员 包括工兵 从周边地区 包括马里塔尼亚 阿尔及利亚 西撒哈拉 摩洛哥 利比亚 尼尔 也包括这个南部非洲的一些部队 集中在这个北部 集结完毕 获得法国 获得北约的装备 就可以进攻马里 所以北部的战事是不会结束的 这是非洲的特点 那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从整个的情况来看 马格纳工兵在非洲啊 也包括在苏丹 甚至包括马达加斯加 它这个存在 说明俄罗斯也在扩大在非洲 对北约的反包围 咱们再回到乌克兰啊 实际上顿涅茨克方向 从这个阿富丽卡的战役情况来看 俄军呢 现在是要在顿涅茨克宪法边界 要重新收复包括红军村 包括阿富丽卡方向 也就是现在俄罗斯方面 已经做好了在2024年结束 结束乌冬战争 结束特别军人行动的想法 那从整体上看呢 俄军未来呢 如果在2024年能够结束 乌克兰战场这个战事 能够形成 沿地尼伯河方向 包括克里米亚 赫尔松 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 包括哈尔科方向这个战令 这个方向形成了一个对峙以后 俄军可能会加大在非洲的行动 就黑海方向停战以后呢 地中海包括黑海 南大西洋方向可能会成为 未来双方争夺一个焦点 也就是说未来在非洲方向 这个战事可能会扩大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我呢会持续关注 未来阿富特卡方向 以及在巴姆特最新的一个情况 也会持续关注 瓦格纳工兵在马里 在尼日尔 苏丹 这几个方向的行动 这几个方向的行动 会影响到未来南大西洋 北约和尔斯的对抗 也对中国重要的海上通道 包括红海这条通道 波斯湾这条通道 有重大的影响 我呢会持续关注 后期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